大家好,我是亮哥,今天介绍说侦探系列的第三部《同谋》,又名A家侦探 在第一部中,阿探失踪30年的父母的尸骸被发现 第二部结尾,当年调查阿探父母失踪案的退休警察老张 告诉阿探,他父母的死可能和一个毒贩有关 这个毒贩头目已经在20多年前移民马来西亚了 第三部开始,阿探根据老张提供的线索来到了马来西亚 在老张的指引下找到了一个叫柴哥的人 经过自我介绍,阿探拿出了父母的照片 柴哥果然认识阿探的父母 不过在得知阿探失来调查父母的死因时 柴哥显然不想多谈,有所隐瞒 言语间让阿探放弃调查,毕竟已经过去30多年了 而且言外之意还说,阿探的父母很有可能是毒贩 这时候都没有注意到有人在偷拍他们 阿探怎么可能放弃呢,见柴哥不愿多说 就转而拿起了一张老张给的照片 柴哥看后说,这是阿鹏 不过他们已经20多年没有联系了 听说阿鹏早已患病身亡 一番询问无果,柴哥便告辞了 这时候阿探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说他泰国的家里被盗了 当阿探心急活烈地赶回泰国家一看 到处是一片狼藉 阿探四处清点了一下 发现并没有丢失什么财物 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财物 却发现了床上有个暗壳 里面有东西被人拿走了 随后赶到的老张解释说 当年听说你父母藏了毒贩的犯罪证据用来保命 可能就是这个暗壳类的东西 同时老张奉劝阿探放弃吧 他也不知道这些人的势力有多大 阿探再次拒绝了老张的气 无奈的老张告诉阿探一个叫灰仔的人 这个人当年受过他父母的恩惠 可能会帮助阿探 阿探再次来到了马来西亚 这次学聪明了 找到了一个当地私家侦探郑峰席 经过一番自我的吹捧后 郑峰席接下了阿探的声音 帮忙调查 两人决定先会会这个柴哥 再去柴哥的路上 两人被一辆车跟踪 经过一场飞车大战 以郑峰席的车坏了为代价 两人还是顺利地逃脱了 他家里找父亲 此时郑峰席让阿探付钱 奈何阿探身上没那么多钱 郑峰席感觉自己被耍了 两人就此疯到盐标 可是随后郑峰席被马来西亚 警方的马警官找到 让他坚持阿探的一举一动 作为回报呢 马警官给了陷害他弟弟毒贩的资料 一个叫郑哥的毒贩 另一边阿探再次找到了柴哥 柴哥还是那个态度 让阿探放弃调查 阿探没有同意 毕竟同意的话电影就结束了 阿探就转而问起了灰仔的下落 柴哥就说起了灰仔和阿探父母的事情 灰仔当年的家人病重 是阿探的父母给予了他的帮助 让他渡过了难关 可惜的是柴哥并不知道灰仔的下落 而且说自己实在不知道他的父母是怎么死的 也许是柴哥想摆脱阿探的纠缠 就透露了一个要播出的人 称词人也许能给阿探一些信息 并把播出的地址给了阿探 郑峰席这里得知陷害弟弟的人 就想去监狱里看看弟弟 刚出门就被一伙人给揍了 虽然郑峰席的身手不错 奈何哮喘病发作 最后还是被人暴打了一顿 更是在他的衣服上写字 警告他不要再查下去了 与此同时阿探又被人袭击了 与郑峰席的警告不同 这伙人直接是要阿探的命 不过杀手的枪法可以说是很烂的 这么近的距离淡淡续发 最后知道的爆炸也没有要了阿探的命 郑峰席这里带着商区见了双胞胎弟弟 可是弟弟并不相信自己的大哥 郑峰席会陷害自己 晚上郑峰席看着被写进高雨的衣服 并没有被吓到 反而记起了他的好生心 阿探在旅馆苦苦思索这几天的遭遇 他感觉一切都在别人的掌控之中 看不见逃不出去 他看见墙上排着队行走的蚂蚁 用手一摸 蚂蚁们失去了方向乱跑了起来 次日阿探和郑峰席碰头了 同为私家侦探阿探也知道不容易 主动给了郑峰席一部分钱 两人才重归一号 随后两人各自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郑峰席得知阿探差点丧命 也知道了此次背后之人不简单 郑峰席也调查了柴哥的底细 柴哥早年黄独独军有涉及 郑峰席决定亲自回回柴哥 这次他们倒没有出什么事 柴哥出事了 警察封锁了柴哥的家 柴哥失踪了 屋里有打造的痕迹 地面上有血迹 还有一次拖拽尸体的痕迹 奇怪的是 小慧并没向警察透露 阿探来找过柴哥的事情 这里说明这个小慧很聪明 这个后面再说 柴哥失踪 阿探找到了波叔 说明来意 波叔也说 你父母死和我毫无关系 而且他还拿出了30年前 阿探父母留给波叔的东西 是一盘磁带 波叔说 你的父母说他们录下了证据 就在磁带里 随后波叔把磁带交给了阿探 并警告阿探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 阿探也假意告辞了 随后他跟踪了出门的波叔 可是波叔在阿探的眼皮底下 被人撞死了 明显的是杀人灭口 波叔的线索断了以后 阿探找到了小慧 从小慧的口中得知 柴哥失踪的前天通过一个电话 是一个叫大军的人打来的 柴哥安排大军自己到广州的老房子里躲避 而且大军手中保管着什么东西 阿探意识到 这个大军保管的东西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家被盗的证据 他立刻和小慧启程前去了广州 并把波叔那里得到的磁带 留给了波叔的儿子 让正风起去波叔的葬礼上打谈消息 顺便拿到磁带 听听里面都是什么 阿探和小慧一路上也有点微妙的感情了 也许这都是小慧这个聪慧的女主故意的 而正风起从葬礼上套话 得知了阿鹏并没有死 就继续打听灰仔的下落 而他套话的对象正是灰仔 尴尬的正风起只好借口找错人了 准备离开的时候 波叔的儿子拉住了他 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把磁带给了正风起 并问起了自己的父亲 到底是不是被谋杀而死 正风起没有说话 只给了一个肯定加安的眼神 回到住处的正风起 在此代里只听到了沙沙沙的杂音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 他把这些都告诉了阿探 在小慧的带领下 阿探来到了柴哥在广东的老房子 在柴哥的老房子里 遇到了躲藏于此的阿鹏和大军 在阿探承诺了执照主谋 从犯一律不追究 而且撒谎说幕后主使已经找了杀手要解决他们 阿鹏终于说出了当年的事情 当年阿探的父母和他们大哥亲也 合伙开了个运输公司 没想到亲也借助运输公司 偷偷的运输毒品 被阿探的父母发现后 亲也就绑架了阿探的父母 并残忍地杀害了 这些是让阿探一路找的人都是同谋 他们也有苦衷的 不听亲也的话 他们都得辞 阿探父母留下的证据 就是亲也指示大军去偷的 阿鹏说完这些 就让大军把证据给了阿探 是一盘胶卷 里面会有什么呢 阿探告辞后 阿鹏立即给亲也打去了电话 告诉了亲也东西在阿探手上 而且自己和老伙计们 只想直升事外 让亲也不要找自己的麻烦 阿探这里得到胶卷 迫不及待地找了一个放逸钉 观看了起来 开始都是阿探父母的影像 后面出现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A2H 看着这个像是密码一类的东西 阿探想起了波数给的那盘磁带 加上这个密码 他想到了那个磁带不是普通的磁带 而是计算机磁带 而这个密码就是打开磁带的密码 想通这些后 他带着小慧马上回到了马来西亚 下飞机后阿探和小慧和他分开 并让他带着写密码的纸条 去找警方报警 自己的阻子把亲也引出来 了结恩怨 另一边郑峰席也得到了阿探的指示 把磁带交给了警察 为了防止有人跟踪 郑峰席把磁带藏了起来 必然马警官自己来取 磁带是没有被发现 郑峰席却被青年人绑架了 随后他打电话给阿探 让他用胶卷来换郑峰席 与此同时 小慧也找到了马警官 马警官也拿到了郑峰席藏着的磁带 在电脑上输入密码后 警察终于得到了亲也的犯罪证据 另一边郑峰席和阿探都被抓了起来 亲也遵循了反败死于化作的定律 非让手下和郑峰席决斗 这个手下就是陷害郑峰席弟弟的人 最后觉得救兵差不多到了的时候 就准备杀了他们两个 能杀死吗 不能 救兵来了 来人拿枪一阵扫射 亲也急忙担人逃走了 阿探眼睁睁看着亲也逃走 正在奥门道的时候一辆卡车直接撞到了亲也的车 然后卡车二次撞击了亲也的车 终于把这个主谋杀死了 救他们和杀死亲也的正是灰仔和波叔的儿子 一个为了报恩 一个为了报仇 当年灰仔救不了阿探的父母 这次他不会重蹈覆辙了 另一边警方也根据此代的内容 掌握了亲也的整个犯罪集团 成功地捣毁了制度工厂 把犯罪集团一往打尽 郑峰席也和弟弟和好了 阿探为父母报仇后准备返回泰国 和郑峰席分别的时候 郑峰席道出了阿探的秘密 原来是阿探绑架了柴哥 并围造了凶案现场 就是以此来挑拨波叔阿鹏等人和亲也组成的同盟 让阿鹏等人感觉到了危险 从而从中得知幕后主持的线索 阿探也没有杀死柴哥 还让郑峰席帮忙放了柴哥 郑峰席也答应了帮阿探保守秘密 阿探走后柴哥安全地回来了 也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小慧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前面说到这个小慧很聪明 她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柴哥的失踪是阿探所为 她并没有告诉警察 害怕激怒阿探 还要阿探加深感情 可能就是为了让阿探不要加害柴哥吧 最后小慧急急而气 说明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不过我觉得阿探一开始 有没有打算杀死柴哥吧 电影中最关键的证据有点扯 什么证据能在30年后 还能威胁到亲也现在的犯罪集团 难道说亲也的集团30年来一成不变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有知道的给科普一下 侦探三部局已经完结了 真是一步步入一步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 拜拜